离婚后有小孩还真的有必要结婚吗 这是我这两天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应对家长 哈喽大家好 我是巧克力 现在自年光了 相信很多朋友回家过后 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都在被进行着逼婚啊 相亲啊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活动吧 你像我年过一次婚 然后恋爱也谈了 现在一地经毛 结果完了过后 还被家里面逼婚 希望大家说说 你们的是怎么处理的 如何应对家长 就比如说像我外婆那一代的人 她的思想化各方面的 可能就更加不一样 她希望我在她老之前 能够结婚生死 看到我幸福 但我想说离婚过后 再结婚真的会幸福 答案我觉得未必 可能比我现在的生活会差很多 就是当我们离了婚过后 小孩在长 然后自己有人力赚钱 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生活状态 就有很多离了婚的 有小孩的姐妹 还会愿意再结婚吗 我说一下我这两年的心理立场 就当你时间久了 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想要去谈一份甜甜的恋爱 但是当你离过婚过后 再去谈恋爱 跟以前单纯的恋爱是真的会不一样的 随身年龄的增长 谈恋爱 它是会权衡利弊 然后掺杂到一些利益 房子 小孩的问题 就比如说 你离过一次婚 你想再去找一个没有结过婚的 这种可能性很小 那种可能都是被剩下来不太优秀 没有人要的 好 当你再想找一个结过婚的 那他如果有小孩 你有小孩 两个人的小孩 你要考虑到很多问题 那肯定是很难调理 就你要出去玩 你得考虑到他的情绪 然后报备 你如果说回来晚一点 好 马上要吵架 各方面的 如果你有一两个 什么异性朋友 那不能走太近 各方面的问题都出来了 所以呀 一个的那不香吗 家里面呢 我自己会打扫 会收拾 所有的我会弄得好好的 钱呢 我会赚 小孩呢 有我 家人带 我为什么还一定要去结婚呢 那么来到第二个问题 离婚过后 还可能复婚吗 就我现在是跟钱 公共钱 婆婆住在一起的 关系很好 她们在前两年的时候 她们在前两年的时候 也说过了 就是把我当女儿看待 就不管是我们前几天去参加婚礼也好 有亲戚在问 她们也都是会回答 我是女儿 不会回答说我是她们媳妇 怎么样的 那 昨天呢 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我爸突然发消息给我 说 问我还有没有可能 就说 复婚这一点 然后我也是很明确地给她的答案 不可能 就我觉得 如果说 两个人离婚 她肯定是存在着 某些性格呀 或者爱好 或者说其他一些原因 才会导致于去离婚 离婚了过后 就像镜子破碎了 如果说你再把它捡起来 用胶水泥一年 你说那个镜子 它能恢复到最初 肯定是不能的 就很多人会说 为了给小孩一个完整的家庭 然后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人生一辈子就这么长 你活着一点光景 如果你为了谁而去将就 各式各样的 各方各面的 你还开不开心 你还要不要自己的生活 人可以说都是自私的吧 你像我现在成为 我爸妈的女儿 这样我跟我儿子也没有分开 就说以后 我也不会再考虑去成家的问题 那这样子 我前夫他如果要早的话 我可以就说离他们远远的 以后呢 就打算一个人过了 不再结婚了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照顾家庭 然后为自己的爱好 或者去学更多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两年 先努力地赚钱 然后把再还完了过后 我就再努力地赚钱 在我们隔壁买一套房子 小孩有时候要过我家的时候 可以过我家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应一个人的生活 好 以后呢 再多赚点钱 去培养自己各方面的兴趣爱好 就让自己学习很多很多东西 增加很多很多见识 没必要说 一定要摘到感情里面去 可以把对男女之情 这些感情 折射到工作上来 以后就全面工作 当然这些呢 都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愚介 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如何去说服 长辈或者上一辈的 不要这么操心 至于下一辈的自己的感情 那就只能自己做出了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那就拜拜了